不要花时间和一个自私的人讲道理 因为自私的人有一套自己的思维 认知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逻辑 任何事情必须符合他的利益 只要不符合他的利益 就是不合理的 就是错的 你说的再多 他认为都是错的 而且除了利益 还要符合他的心情 他不允许有任何的不自在 不然就是你的不对 你跟这样的人讲道理 会让你陷入无尽的内耗之中 而且没有任何好处 这个时候 你最理智的做法不是和他讲道理 而是跟这种人说再见